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证明是有很多方法的 不然何以按照美元计算 我国2020年出口比2018年还增长了14%以上的 但事实上巨额的贸易是对双方都带来好处的 美国的很多商品对中国进口依赖很深 在2018年8月 美国USTR贸易代表办公室举办了听证会 大批美国公司出席的会议 358名美国各个行业的代表中 有95%表示反对加征关税 为什么参会的300多名美国公司代表大部分反对征收关税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原因 美国Mestbrand Cabinets公司说 我们有1.1万名员工 依靠国际供应链生存 中国目前是唯一既有产能 又有很强制造工艺的国家 美国的制造商工人不具备这样的技艺 而且也不会想学 美国Homworks Worldwide公司说 我们考察了很多印尼的工厂 但是他们没有一家能够达到我们技术规格的要求 意大利手工技术倒是够强 但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接中国落后的产能 所以我们目前暂时找不到中国的替代国 美国International Housewell Association说 中国以外不仅没有替代来源 而且也根本没有人在这方面投资 而且从开始投资建厂到正式运营需要两年的时间 Continental Material公司说 很多类型的钉子和定数钉量很小 只有中国的工厂在做 还有个问题是钉子和定数钉 中国份额极高 中国以外的产能很小 Max Home公司说 如果征收关税 那么我们认为 美国的工厂会搬到墨西哥 反正墨西哥进口中国产品是tax free的 Forting Seven Brand LLC公司说 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公司运营和生产转移到海外 如果现在要转移回美国的话 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Dane Dover公司说 我们首先尝试过产品在越南进行制造 但是最终发现 中国工厂具备更高的工艺技术和更完备的供应链 Land Americas LLC公司说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地方 但是中国工人更加优秀 我们的第二 第三 第四选择 即使加起来也没办法和中国工人比 Transesthetic International INC公司 我们需要的某种水泥 全世界只有中国在生产 中国政府压缸对水泥产业并不是很看重的 本来就是要清退产能 提高关税是帮助中国加速淘汰路后产能 PMC Organometallics公司 全球化学原料 从订单完成到生产只需要三个星期 但是美国国内的供应商需要八到九个星期 美国的唯一一家电脑制造商说 我们现在在给微软做OEM 像PCB电路板全球85%的产能都在压着 我们没得选择 一家Jawust Brush Company 公司说 我们很早就试图在印度寻找合适的替代供应商 用了五年时间 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生产出来的质量实在太差 HF Design的公司说 我们曾经试过寻找欧洲的供应商 但是他们的产能完全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另外教会他们需要消耗时间 估计要好几年才能逐渐跑步到目前的产能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 因为大量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 依靠每次公司在华的工厂生产芯片 如果征税 将会对美国最伟核心的半导体产业造成损害 还有美国自行车供应商联合会 更是强烈反对征税 理由是美国进口的1800万辆自行车中 有94%来自中国 另外美国3亿自行车中 60%的另不见是从中国进口 根本不可能找到进口替代来源 只能涨价 总结了一下 301厅政会 美国公司反对理由 有以下几个 大型公司可以考虑班长 但是普遍要数百万 数千万美元 以及1.5到2年左右的时间 损失非常大 另外新供应商准入 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二 很多领域 中国战略全球一大半的产能 这些产能是中国过去几十年 持续数十亿美元 甚至数百亿美元投资的结果 全球不可能也没有意愿 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投资这么大的产能 因此只能接受关税上涨 也只能从中国公司买 更重要的是 由于中国控制了大部分产能 因此中国公司被征收关税 其他国家供应商一定会针对美国市场涨价 很多领域在中国以外 完全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商 要么就是量很小 只有中国公司才生产 你找到别的国家的工厂 别人也不会为你专门生产这种小量产品 不少产品美国需求并不大 市场只让全球10%甚至不到 中国供应商不做你的生意 也没啥损失 也根本没有意愿为了你搬厂 倒是美国进口商会承受巨额的关税 美国公司需要高价从中国购买零部件 但是欧洲日本等同行 却可以从中国买到便宜的零部件 这让美国公司竞争力大大受损 注意即使这么多公司在听证会反对 美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征税 可见美国方面的决心 以及其对战略利益的判断 而且征关税也确实对我国 对美国出口和产业链对外转移带来了压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只要市场竞争力强 客户一般是对你有很强的依赖性的 并不是就没有办法 事实证明 在美国对中国出口全面加征关税的情况下 结果中国2020年对美国的顺差 依然超过了3000亿美元 而看总出口 中国更是连续每年增长 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势 加征了关税 结果最后还是要购买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出口还连创新�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让我们从中国制造一种 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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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